各位丰盛清晨的朋友 每天我们会接触到许多的人 每一次你要去见一个人或一群人 或在公司里面的上班或在学校里 无论你做什么事 每天你一定会见到一些人 保罗在这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 也成为我的鼓励就是29节 他说我也晓得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保罗是想要去看这个耶路撒冷圣徒当中的贫穷的人 所以他会收集了一些奉献 因为他们遇到困难 那他是非常看重 彼此帮助的 看重困难中的人 所以呢 他就 把这些 钱要拿去给他们 但是呢 他说我假如去傍晚的时候 我会路过你们这里 然后往西班牙去 他计划好他的路程了 但是他心中有非常清楚的目的跟目标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目标 他说我也晓得 我晓得哦 去的时候 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 不是只有拿钱去帮助人 不是只有到西班牙的时候去帮助你们 去探访你们 他说我相信 我可以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我说这个是最好的礼物 最好的礼物 所以每次我要去见人或是有 越见的时候 我都会做这个祷告 我说神啊 我今天越来 哪些人要讲话 要开会 要去探访 要去领会 求主给我 带着耶稣基督 你的丰盛的恩典 你知道主在我们身上 所带给我们都是 这一个字 丰盛 满出来的意思 耶稣的应许也都是满出来的 从你腹中要流出火水的浆河 神明要充满你们 都是满出来的 不是一点点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跟生活 好像很贫穷耶 一点都不像丰盛 有一天我问主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图向我解释了这个事情 他说 虽然神是满满的 从天上来的都是丰盛的 降雨啊 全世界 太阳啊 全世界 都是全世界的 但是呢 你们拿出来的器皿 太小了 假如你说 拿一个酒杯 然后来 像神啊 充满我 神明要充满我 充满的就是那个酒杯 你要去拿这个很大的从天上来的 你要怎么样 打开你的心 你的心打开起来说 神啊 我的全人 全心 向你打开 求你 用你丰盛的恩典 充满我 恩典是神超然的特殊的爱 恩典是上帝在各种不同的场面给我们的特殊的爱 无条件的爱 这个恩典呢 不讲条件 也不讲 讨价还价的 你回想起来 你岂不是满受恩典的人吗 但是你可慕 你的可慕主的心 假如是心呢 很多房间 你只有一个小角落给主 说主啊 其他你不要管 我的工作 我的娱乐 我的金钱的管理 我的人生的志愿 都是我 你只能管这个 给不给我永生 这个就好了 我假如要永生 我就满心高兴了 主说 孝心的人啊 我要给你的 是丰盛的恩典 你怎么办 你的心 只有一小角落给我 我怎么充满啊 我怎么能把你丰盛的恩典给你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们都要失散到乡下 我们家一家人也是 那个时候 我才小学四年级 我还记得 没有自来水 都是井水 井水好辛苦耶 我一个四年级的小孩子 要用那个绳子跟那个水桶 到很深很深的井 拿拿拿拿拿 然后到上面已经一半都剥掉了 所以我们就很看重下雨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我还记得耶 把家里大大小小的锅子啦 盆啊 全部拿出去外面 那最大的是什么 洗衣盆 这个是最大的 哇 那个呢 可以拿来 得很多水 可以洗衣服 这个图啊 在我心中很深的印刻 假如 我给神的 是我的心的一小部分 其他都是我的 主 怎么能够给你奉献的恩典 除非你自己有奉献的恩典 你怎么带去给人啊 所以每一次我们先领受 主啊 我将自己的所有的心奉献给你 我渴慕你奉献的恩典 我渴慕你圣灵的充满 求你 使我每到一个地方 每见一个人 使带着基督耶稣 丰盛的恩典 使那个人离开以后 他感觉 我今天跟这个人在一起 怎么会不同的感受啊 哎呀 你可以送他一句圣经 你可以提醒他主的爱 你可以为他按手祷告 你可以给他盼望 丰盛的恩典 被提醒知道神多爱你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太多活在消极忧郁 好像你是很贫穷的一个基督徒 不是的 你有丰盛的主的恩典 我真是看望今天 罗马寺书章的结束 能够用这个来给你一个结论 说我是蛮有基督 也是丰盛的恩典的人 最后从二三十到三十三节呢 他鼓励他们说 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以我一同竭力 为我祷告 使我脱离不顺从的人 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 可蒙圣徒愿啊 并叫我顺着神的主意 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 因你们同德安息 愿出平安的神 常和你们众人同在 哇太宝贝了 他还没有去见到这些人 他就已经知道说 也借着圣灵的爱 所以你去查 十五章 有圣灵的能力 有圣灵所处的盼望 圣灵所处的忍耐 还有圣灵所处的圣洁 这里提到有圣灵的爱 那劝你们 为我祷告 使我可以顺着神的旨意 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 你看 你把丰盛的恩典 跟这一句连起来 你不但有东西可以给 你还是有喜乐的心 可以混给人 见到你 人就喜乐 感谢主 罗马十五章 宝贝 叫我们看到神实在是 在我们身上的主意 是何等的大 我们彼此接纳 彼此建立 效法基督 我们也向着 前面外邦人的得救 来加入这个团 我们也看重圣灵所处的 忍耐 盼望 圣洁 还有爱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 主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把我们全个心 向主打开 让主你来管理我们 每一个心房 是主的 主啊 帮助我们 每天亲近你的时候 能够聆听你 每天向我们一句话 来提醒我们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